这是我同学说的关于他哥哥婚姻的事情 同学有个哥哥 是个中学体育老师 身材高大 长相也不错 按理说他这样的个人条件 结婚成家也不算是难事吧 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哥哥的个人问题总是迟迟得不到解决 高不成低不就的 三十好几了还是王老母一个 眼看着自己的同龄人孩子都上学了 可是自己的孩子妈还不知在何方 同学一家人都急得没办法了 也许是并急乱投一把 同学的妈妈想到找看事的人来看看自己儿子的姻缘 与同学说那个看事的人 说他们爷爷的坟上有什么不妥之处 说这个如果不改正的话 就会影响家里男丁的姻缘 同学的妈妈听后 当然吓住了 因为这个看事的说的坟上的情况和实际的一样 而且这个看事的是自己去找的 不是别人介绍的 所以不存在串通的可能 所以就信了 后来他妈妈就请了阴阳先生把坟上不妥之处 改过来了 后来我问同学 他哥哥结婚没有 同学说哪有那么快啊 不过就在我问过后大概半年 就听同学兴高采烈对我说 他哥哥要成家了 这个难道真的是坟上风水改变带来的喜讯吗